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你一上来这么热情洋溢 你会不好意思 你这样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吧 来干嘛呢 是这样的 那个我今天来向那个 租我们家房子的一个小伙子 向他告白 向自己的房客告白 哎 我那会儿租房子怎么没碰上这好事 这两天是缘分嘛 那说说这个缘分吧 是这样的 我们家二层的 下面一层全部租一三户了 都算是四间房子 你说你三十八一漂漂亮亮姑娘怎么会有这么大房子呀 六年前他那个出轨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离婚的时候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就剩下房子 那去年那时候 然后我那个房子我就说往外出租呢 那天那个中介给我带过来这小伙子我当时特别震撼 没有那么大 他今年二十四岁 你干嘛那么不好意思呢 就大十四岁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俩相处也不像是相差那么多的 你包括我认他以后 然后我的服装啊我的精神啊什么的 我都有所改变 包括我今天来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也挺大胆的 我从来没穿过漏肩的什么的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比你小十四岁的男人让你重新做了一回女人 长什么样子你有照片吗 长得很帅的 有照片吗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还帅吧 我们俩出去玩拍的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四十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五十四 对你五十四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你们想想他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根本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但是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十四 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多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十六 十六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 前提是 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 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点啤酒 就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然后他又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我就找姐 他说的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我洗衣服什么的 从来了以后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 你看他张嘴闭嘴 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一句话 说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得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 我想主动一点吧 谢谢 谢谢